副總會長 我們大會的主席 衛鄉總會長 還有我們許明 поч思長 以及我們各位副總會長 另外台上還有我們剛出爐的 我們二十五屆的 劉萬峰總會長 以及他的副總會長 都坐在這個台上 身處有我們二十二位 二十三位我們第一屆的民意總會長 那麼還有我們來自各大洲 各個國家的台商會的會長 幹部 以及我們青商會的所有的會員 所有的年輕的朋友 那麼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想我們還是要讓副總統知道 我們現場所有的台商來自哪一個州 好不好 跟昨天一樣 他看誰的音聲比較大聲 我們讓副總統知道一下 現場大概一千位來自全球的台商 亞洲的台商 舉手 亞洲 好 放下謝謝 北美州的台商請舉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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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大洋洲的請舉手 好 好 大洋洲 好 另外歐洲 請舉手 好 好 這一州請舉手 好 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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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粉紅 拍手 請舉手 請舉手 未來的企業家 他們過去這一年在會鄉總會長 特別的一個重視 鼓勵支持他們 來參加很多我們商會的活動 那麼另外 我還是要再度感謝我們 會鄉總會長過去這一年 跟我們所有歷任的總會長一樣 都淡經節律的 來為我們台商的福祉 為我們台商的服務 極盡心理 所以我在這邊要代表邱委會 謝謝我們林貴康總會長 跟他團隊 所做的這樣的貢獻 那麼我在這邊也要恭喜 我們二十五屆 郁萬峰總會長順利的產生 而且得票數也非常的高 那麼未來這一年 我們也期許 郁萬峰總會長跟他的團隊 能夠頂持著過去世界台商 總會優良的傳統跟精神 大家一棒堅一棒經驗傳承 讓我們全球台商的力量更加的重大 來服務我們所有的全球的台商 那委員長今天借這個時間 今天副總統的時間不是那麼趕 所以我可以借一個時間 來跟我們所有台商朋友來報告一下 邱委會過去這一年還有未來 我們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可能跟我們台商朋友都有一些關係 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第一個我想大家都知道 總統在八月份過境美國的時候 曾經有史以來第一次訪問我們中華中國在美國的官司 到了我們洛杉磯的文教服務中心 去訪釋、去視察 那麼他跟我們當地的年輕的僑親、僑界 還有我們的青商會的朋友做談 那麼青商會的朋友問到總統說 如果他們想回國來服務 投資、創業或是來這個其他的發展 政府給他們什麼樣的協助 所以總統當場指示 他說一事不凡惡主 既然在僑委會的文教中心座談 他說就麻煩僑委會回去之後 就這樣的一個僑界年輕一代的想法 立刻來想出一些作法 設立單一窗 那我在這邊跟我們在座 所有全球的這一個台商朋友來報告 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跟相關的政府部會 八個部會 我們已經開會 我們決定在僑委會全球十六處海外文教中心 我們會成立愛台灣窗口 愛台灣window 我們會成立一個單一窗口 所有我們海外的僑親 其實也不只僑親 所有我們海外的僑胞 台商朋友 如果對於要回台灣 投資也好 那麼經商也好 其他政府的服務 有需要僑委會來服務 有需要政府部門來服務的 我想透過這個單一窗口 我們可以很快地來協助大家 來落實解決大家的一個這樣的需求 那麼我們希望這樣一個安排 我們把它窗口設立了之後 我們會觀察一年 看它實際硬做的情況 那我們會做運動式的修正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以加強對我們全球僑胞的服務 大家說這樣 這樣好嗎 好 大家這樣更鼓勤 大家更鼓勤 第二個 有一件事要特別拜託我們全球 我們的台商朋友來幫忙 我先問大家一下 你們已經領到僑胞卡的主舉手 有僑胞卡也太好嗎 幾乎都拿到了 非常謝謝你們 我們僑胞卡是在去年國慶日的時候 我們這個開始發起 那麼第一個領到台商領到僑胞卡的 就是我們國慶部的林建壽 林建壽 第一個僑胞卡 對不對 我親自頒給他 親自頒給他 阿弟屋一定贏量 愛用 這樣子 這一個 我們過去這一年 僑胞卡 我們很快需求很大 我們已經發出五萬張 僑胞卡 那麼特約店家從林江 林到現在已經有2200家 國內的特約廠商 所以大家回到國內 如果要使用僑胞卡 你只要手機批僑胞卡 整個特約店家的名稱都下 大家 歡迎大家使用 但是我們認為 對於我們海外的僑胞 僑胞卡來講 不是每個僑胞 經常都有機會回到這方面 我們認為僑胞卡最好用 還是應該在海外 所以我們今年要開始推動 把僑胞卡國際化 那麼國際化的意思就是說 以後你們在你們的僑居地 僑基國 你們的城市 僑胞卡也可以用得到 那這怎麼說呢 這就是要拜託大家幫忙 我們在全世界這裡 有很多我們的 僑胞商企業 台商企業 我們希望大家幫忙 引建他們 推薦他們 來加入我們僑胞會 特約商店這樣的一個陣容 那比如說洛杉磯 如果說有一兩千家 我們在洛杉磯的僑台商企業 都加入到這個僑胞卡 那這個時候你們的僑胞卡 在洛杉磯就可以使用了 在東京也是一樣 在紐約也是一樣 在英國倫敦也是一樣 全世界哪個地方都一樣 所以我們拜託大家一起 這個僑胞的僑胞 我們來讓僑胞卡的電數 店家 不只在台灣 在海外 越多越好 這樣的話我們的僑胞卡 的動量就越來越廣 那這個呢 我想對我們僑胞的福祉 小小的一個小確信的福利 我想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這一點我們希望 拜託大家來幫忙 好嗎 拜託大家 拜託 拜託大家來幫忙 第三個也是大家很關心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僑胞會 現在積極在規劃 財團法人 喬臺商服務中心 那麼因為在去年 這一個我們臺商朋友 在禁見蔡總統的時候 跟總統提出這樣的建議 總統非常的認同 因為加強對全球臺商的照顧 這是政府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總統就責任立法院 蔡其商副院長 來總氣成立的事情 那麼因為僑胞會 是我們全球臺商的輔導機關 所以 蔡其商副院長 就委託我們僑胞會 做全盤的規劃 但是因為要成立一個基金會 需要錢 需要很多其他的一些資源 那麼在尊傑政府預算 因為政府的預算也是有限 在尊傑政府預算的情況之下 我們僑胞會 我們就決定 把海華文教基金會 因為他的功能 過去這27年 對於協助 配合我們僑胞會 推動海外的文教工作 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特別是要特別感謝 而且在吳松柏名譽總會長 擔任這個董事長的時候 他這個代行出錢出力出時間 那麼舉辦了這個施多獎 也舉辦了十大傑出青年 那麼他的很多好朋友 台上朋友都對他很大的支持 也是捐錢一起努力 把海華文教基金會辦得有聲有色 那一天他在發表他的新書的時候 他的夫人薇尼俠明總會長 特別說明為什麼他就沒辦法再連任第三任 那我跟大家報告 他的很多好朋友聽到說 他不連任的時候都好高興 你趕快說你再出錢啊 不要再關啊 那這個地方就是說 這一個真正的吳清街 吳松柏總會長 他這個大力的來接動 這個我們基金會的一個這樣的一個 海華文教基金會的業務的推動 非常感謝他 那麼現在因為我們海華文教基金會的業務 跟我們喬爾會的喬商處、中規處 有很多地方是可以來整合的 所以我們準備把海華文教基金會的業務 回歸到我們喬委會 然後我們把海華文教基金會轉型 他的基金、他的現有的人力 以及他的房地產 都是政府的財產 都是財產的就對了 就需要再把行政的清錢 再去行政這個務省 所以我們可以把海華文基金會把它轉型成 變成我們服務全球 喬台商的一個這樣的服務中心 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規劃相關的細部作業 因為這個基金會的轉型 還要跟法院來申請 還有一些行政上的措施要做 我們希望在明年初 我們這個財產法人 我們喬台商服務中心 我們就能夠順利的啟動 來服務我們全球的喬包 過來我們所有的喬台商 以為我們喬台商在海外 不管是有投資商的諮詢 有這一個子女教育的問題 有這一個需要國內醫療服務的問題 有需要融資代盤的問題 等等跟我們台商喬商有關的一個相關的事情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基金會 作為一個單一的窗口協調跨部會 一起能夠來提供我們全球的喬台商最好的服務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喬包讓我們台商朋友 感受到政府對大家的關心跟照顧 那麼最後一點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要特別謝謝我們高監製副委員長 跟我們王樹華處長 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喬商處配合政府加速投資台灣 還有5加2產業創新的政策 我們總共辦了一系列很多的活動 來招商來邀訪 來辦理商會幹部的聯繫班 那麼根據我們的資料統計 那麼截至8月1次 我們總共安排了1682位海外喬台商 償還團來國內 償還我們國內86家的企業 然後跟289家國內的企業 商機交流洽談媒合 那麼成績如何 近兩年來 我們總共媒合成功 41件投資採購案 投資的實際金額 高達西台幣18億3千幾萬元 是不是給我們王樹華處長 跟我們高副委長 給他們掌聲 謝謝他們的資料 好不好 我想昨天總統也提到 投資台灣現在是一個很好的 關鍵的一個時刻 我們呼籲我們所有海外的台商朋友 大家一起 那麼我們知道大家建立的企業王國 從台灣一直到海外去 在海外發揚光大 開支落葉 但是我們也期待 我們所有台商朋友 大家如果有需要 再把眼光從海外 再一部分回到台灣 台灣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關心 大家的投資 那麼我們祝福 我們前場歲的台商朋友 在未來事業進行 家庭和樂美滿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委員長 恭喜